Hello,大家好,我是张公 今天我们来聊聊哥伦比亚 穿越哥伦比亚 上个视频我们聊到老板娘叫来了出租车送我们13个人去基多的长途汽车站 我们的大部分行李也都丢掉了 临走的时候老板娘单独给了我1000多美元的现金 但她当时并没有告诉我要拿这些钱做什么 她还单独送给了我自己一把面条 我们在泰国出发的时候我老婆买了好多的小包咸菜还有十几包火锅底料 但是都丢掉了只拿了一点点咸菜还有一包火锅底料 大家可以记着这个面条还有火锅底料 因为后面穿雨林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掉队了在雨林里面住了一个晚上 就是这把面条救了我们一家人 2023年6月5日上午10点左右 我们13个人一起到了极多的长途汽车站 老板娘给我们买好了去厄瓜多尔边境的机票 还给我们每人一张二维码的图片 上面有自己的名字的拼音 我想应该是入境哥伦比亚需要的通行证或者许可证之类的 具体我也不清楚 因为后来我们一直都没有用得到这个东西 大概上午11点多的时候 我们的大巴车出发了 下午3点多的时候 大巴车司机让我们在距离哥伦比亚边境线还有10分钟车程的 土耳侃下的车 下车以后呢 我就联系老板娘 他说他已经找好了三辆出租车 马上就过来接我们 电话还没有挂 就看到三辆车就过来了 那个时候老板娘就告诉我 等一会下出租车的时候会有一个舌头来找我 然后让我把那1000多美元的现金给他就可以 他给我发了那个人的照片还有电话 然后我们13个人就上了出租车 十来分钟以后我们就到了这个哥伦比亚的边界站 然后果然那个人就在那里等我们 我们下车我下车的时候就认出他来了 就朝他走了过去 然后他也认出我来了 因为他手机上也有我的照片 我手机上也有他的照片 我们两个就是互相确认了一下 我就把钱给他了 然后他就招呼我们上了另外三辆 四驾车就这样拉着我们13个人大摇大摆的就 进入了哥伦比亚 嗯就是边界的地方有好多那个 警察的都就是 边防警察拿着冲锋枪 好多好多 基本上每一辆车过去的时候都是会被拦下来检查的 但是我们这三辆车 没有任何检查 4点多的时候我们到了哥伦比亚的那个长途骑士站 赴给他钱的那个舌头 把我们13个人的护照拿走了 因为他要给我们买前往 麦德林的车票 这辆大巴车是晚上7点才出发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等待两三个小时 我们13个人当中有5个是福建人 两个东北人 还有我们一家五口 还有另外的一个大姐 汽车站里有很多小商店 但是商品的价格都很贵 所以说我们基本都什么都没有买 我只是买了一张哥伦比亚的电话卡 然后同行的人看到我买了 他们就也要买 然后我就都帮他们去买嘛 然后我们都买完了电话卡以后 同行的两个大姐就给大家说 咱们13个人后面怎么走都听小张的安排 让小张和老外沟通 他有翻译机 他普通话也说的好 咱们和他们说也说不明白 我当时就拒绝了 因为当时的感觉 大家并不是像朋友一样努力的在做同一件事情 而且相互之间也并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多的信任 我也是队伍里面除了我女儿以外 最年轻的一个人 其实之前的时候 大姐就单独找过我好几次 就和我聊这个事情我都没有同意 然后我就去找我女儿聊天去了 我告诉他 我们的闯关游戏从现在就要开始了 后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各种困难 我问他宝贝你害怕吗 他说爸爸只要我和你还有妈妈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然后我就告诉他爸爸不但没有害怕 而且非常兴奋 好激动 也好期待 期待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说爸爸还没有见过黑警的 我也很想经历一下 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搜身的 我说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 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爸爸我藏的钱 他们会不会搜出来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再给我20美元 我把他藏到一个肯定找不出来的地方 然后我就给了他20美元 然后他自己就拿着藏钱去了 等他藏完以后呢 他就过来找我说爸爸我好无聊 我想听你弹吉他 我想听你弹千语千询 然后我就把吉他拿了过来 拿了出来 开始给他弹琴听 这个时候同行的人看到我在弹琴 就起哄说张公唱首歌唱首歌 让这么老外也听听咱们中国的歌 其实我当时也很想大声的唱这首歌 但看看周围好多人各种族裔的人 又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但是最后还是唱了一首海阔天空 也算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驱散自己内心的那种恐惧吧 我并没有像我刚才对我女儿讲的那样勇敢 其实我当时的内心也是非常非常的坦坦的 我永远自由自我 让你教成我歌 走遍千里 你令我只一身不记忆中爱自由 你令我只要听咱们厅 别忘了一见 会的都好 哦 你令我的想 船都可以 你令我只一身不记忆中爱 你令你尝 船都可以 你令我只一身不记忆中爱 你令我只要听咱们厅 将近七点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上车了 司机不允许把大背包拿到车上 必须放在车底部的行李箱 有很多人把钱藏在了自己的背包 所以就不想把包放到那里 但这就是规矩 最后每个人都只拿了手机 或者一个小包上了车 所有乘客当中 只有我们13个是中国人 其他的全是黑人 我们上车以后找好了自己的座位 就开始了这段惊险的历程 我很想拿起手机像之前那样 写日记写感受 但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 车里面的冷气很足 感觉自己就像在储存食物的冷库一样 就在自己半睡半醒的时候 感觉到大巴车停下来了 我就立马来了精神 看看是不是有黑警上车了 结果是虚惊一场 只是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 可以购买水和食物的一个地方 周围只有一个建筑物 那个时候是晚上的十点半 我也下车去看看对我什么吃的 结果除了面包也没有别的东西 我只给我女儿买了一瓶饮料 司机他在单独的一个房间里边吃饭 我在路边抽了根烟 有个黑人过来找我 示意可不可以把我的饮料送给他 我告诉他不可以 他又开始找我要烟抽 我就给了他一根烟 但怎么感觉好像他都是第一次抽烟 呛的不行 而且动作也很不习惯 也很不熟练 司机吃完饭 我们就又开始出发了 当时我还在想 会不会我们一次黑警也遇不到 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就之前的了解 有人在哥伦比亚被抢了13次 从第7次开始身上就没有任何现金 又是在半睡半醒的时候 车又一次停了 我还是一样立马打起精神来 看到有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 上了大巴车 从第一排开始 给每一个人说话 示意让他们下车 我当时又把眼睛闭上 假装睡着 就幻想希望可以躲过这一劫 这个时候车上大多数人都是睡着了 满车厢都是打汗的声音 所以说他们的动作也没有 把大家都惊醒过来 我老婆和我女儿在我前面这一排坐着 也都睡着了 我爸爸妈妈在我老婆和我女儿的 在前面一排 警察到我爸爸那里的时候 我爸爸就指着我 事业让他来找我 然后他又拍了拍我爱人的肩膀 把他也叫醒了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女儿在车上睡觉 可不可以让我爱人也在车上陪他 他让我说你不用担心 下车一会就好了 可以让你女儿自己在这里睡觉 不会有任何事情的 但是你们必须下车 他的右手一直放在腰间 那个挂着的手枪上面 然后我们就下车了 没有去叫醒我女儿 就让他继续在车上睡觉 我不想让他面对现在的这一切 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会不会给他留下来一些 就是不好的阴影吧 车上的人都下车了 中国人站在车轨的地方 其他人站在车头的地方 有两个警察分别跟我们交流 同时还有两个警察在大巴车上 搜查每一个人的背包和座位 我们这边的警察 是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小哥 也就20岁左右吧 身材挺吧 长得很帅气 他要求我们每人付他200美元 这是规矩 如果说不付钱的话 就把我们拉到移民监狱 然后大家都拿着自己的手机翻译 和警察交流 这个时候东北大姐又说话了 你们都别在这里吵吵 让小张自己和他说 他这样说了好几次 大家也都静了下来 然后我自己拿着我的翻译机 就过去和他谈判 我说我们所有人把钱都给你 也凑不出来200美元 这对我们来讲太多了 我们一路走到这里 身上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他说你们中国人都会这么说 但是你们很有钱 你们每个人给我100 我就放你们走 我说我们100也没有 我们12个人一共给你100美金 可以吗 他就很生气 然后右手就是放在手上 我记得很清楚 跨跨就往下摁了好几下 然后说你们自己看着办 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 然后转身一走 去找他同事 好像聊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我这边的同行的人 都过来问我说怎么着 我说我告诉警察 我一共咱们一共给他100 他不同意 有点生气就走了 然后我就说咱们大家商量一下 看看每个人给他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给完他们钱 他一样会搜我们的身 我就提议每个人给他20 这样我们一共就能给他240 然后就是大家都把自己身上的钱都藏好 我们统一完意见之后呢 我就去找那个帅气的黑井小哥 我告诉他 我说我们最多最多还能凑200美元 他说那不行 我说我们每个人给你20美元 一共240 这是我 这几乎是我们所有的钱了 然后他就过去找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同事 在那聊了几句 然后就回来告诉我 可以的 但是我们必须搜身 然后我们就答应他了 12个人排成一排 从我开始搜 然后所有被搜过的人 都可以回到大坝车上 我是一直等到同行的人都搜完了 上车以后我再上去了 我在看着警察搜每一个人的身体 这个时候那个非常帅气的黑井小哥 拿着他的手机给我看 我记得非常清楚 是一个十几秒的视频 视频里有一个赤裸身体 蜷缩在床上的亚洲女性 我们都上车了以后 东北大哥就开始骂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给了20美元 但是他给了20美元以后呢 又在他的口袋里面搜出来了50美元 所以说他一共损失了70 还有一个福建大哥 把几十美元藏在了车上的小包里面 也被黑井拿走了 直到我们离开哥伦比亚才明白过来 在哥伦比亚的经历的黑井 越到后面他们搜的越仔细 最早的一批黑井 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抢走 因为他要给他们后面的同事 是留一些酒钱的 经历了这一切以后 大巴车又开始出发了 凌晨天快亮的时候 我女儿醒了 我和我爱人就开始和他讲昨晚的经历 告诉他昨天晚上太刺激了 太好玩了 寻宝大作战 我们藏宝警察寻宝 我说他们虽然找我们要钱 但是态度还是挺好的 你想一下 我们在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的情况下 就进入他们的国家 他们肯定是不开心的 那怎么去弥补呢 就找我们要一点点过路费呗 此路是我开 此处是我在药养从此过 留下买动才 我这么和我女儿说 然后我女儿就告诉我说 爸爸下次再有警察搜身的时候 我要睡着了 你一定要叫醒我 然后我就答应他了 上午9点 大巴车经过了一个 好像是检查站的地方 过检查站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停下来 大概往前走了 有几百米的地方吧 就靠边停下了 路边有一个卖水果的摊位 附近只有这一个 我们原本以为是司机 想让我们在这里买些水果和饮料 但还没等我们下车 就有警察上来了 相对于昨晚 他们会更加的直接 更加的肃无忌惮 因为他们是以搜查毒品的名义 对大巴车上 所有的个人物品进行搜索 但他们的目的和毒品 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他们也比昨天晚上的警察更专业 他们不让大家下车 然后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不许动 他们先要我们的护照 但是我们都没有给他 因为之前我们 大家都在一起聊过 如果黑警要护照的话 我们一定不能给 如果给了就会很麻烦 但是宝哥的护照 还是被他们拿走了 还有就是几个黑人的护照 也被拿走了 然后他们就过来 搜每一个人的衣服 口袋 甚至是座位之间的缝隙 他们都会用手伸进去检查一下 只是在车上 他们就已经收获了不少 我们一家人也被他们 拿走了80多美元 他们搜完所有人以后 就让我们都下车了 下车以后 我女儿很兴奋的告诉我 爸我赢了 他们没有找到我藏的钱 我问他藏哪了 他说我还不能告诉你 等咱们没有钱用的时候 再拿出来给你 现在还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到后来我女儿告诉我 他当时把钱藏在他衣服上 然后把那个袖子卷起来 就在那里边卷着 对 然后我们下车的时候 大巴车底部的行李箱里面的 几十个大背包 也都已经被他们送了一大半 他们送的非常仔细 所有的衣服 帐篷 内衣 鞋子 还有一些纸盒包装的食物 他们都会拆开看 我爸爸妈妈的包里面 带了非常多的药 有一些小瓶子的 每一个盖子 他们都会拧开 不管是拆封的 还是没有拆封的 他们都会打开去看 宝哥的护照被收走了 我去问其中一个警察 他给我指了一下 一百多名以外 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 我就和宝哥一起过去了 告诉那个油光满面 肥胖的警察说 我们来拿护照 他直接冲我们连笔话 在说 money money 他并没有告诉我们 要多少钱 我就拿翻译机给他说 我们就剩十几美元了 他就直接拿护照 直接就这样 直接砸给我们的 然后就砸给我们 之后 go go 就让我们走 然后我听了 那个go就特别像滚 你知道吧 这次被搜的整个过程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警察们都很开心的离开了 他们走了以后 我们每个人都开始翻自己的背包 看钱还在不在 我爸爸的包里面 被搜走了几十美元 我女儿放在妈妈鞋子里面的 二十美元也没有了 我背包背袋里面 藏的一百美元也没有了 甚至我包里面有两包 那个红霜洗香烟也都没有了 东北大哥在基多出发的时候 买了两瓶老村长白酒 那个警察搜他包的时候 看到这两瓶这个 就直接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我喜欢 这是我的 直接也就拿走了 经历完这些 我们又上车出发了 前面还是那无尽的山路 好像一直都在围着 同一座大山转圈一样 但是这里的天空真的很漂亮 大巴车继续行驶了 一个小时左右 再次停下来了 但这次我们没有下车 警察也没有上车 可能是司机给警察说了 我们刚被他的同事 非常仔细地搜索了一遍 我们只是在车里面等待 听着大巴车的行李箱的门被打开了 然后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又听到碰碰两声的关门的声音 然后司机就上车了 我们就再一次出发 这次出发以后 没有再遇到黑警 中途司机在一个服务区休息吃饭 这里很贵 很贵 我们一家人只点了一份米饭 我女儿也不想吃 然后我们四个人 每人吃了两口就上车了 还是那无尽曲折的山路 还是那像画一样的天空 透过大巴车的玻璃 又给这本来就美丽的天空 增加了一层滤镜 究竟后面还会经历什么 没有人知道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